时隔35年,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三星堆自发现器就一直是中国考古界最大的谜题之一,形态刻意的出土文物一度引发外星文化的猜想。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静松近日在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解答。 三星堆出土物非常奇特,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奇怪,它更不可能是外星文明。 有人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有一个意识的前提,那就是认为古代的文明都是已知的,是单一的, 但事实上这个古代文明它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有很多文明还处于探索之中, 所以我们这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明它是陌生的,或者是未知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外星文明。 施静松介绍,三星堆文明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普及,并且与其他文化还存在着交流。 具体来说,它是从成都平安的新时期时代晚期的宝洞文化发展而来的, 这期间吸收了其他区域的文化的一些因素,往后发展为金沙文化。 那么绝续金沙文化呢,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再往后就是秦汉文明。 所以它是有来龙气脉的,它有它自身的谱系,而且这个文化在那个时期以其他的文化还存在着交流, 所以完全不是外星文化。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那我想也可能就是有人对考古学对科学抱有一种希望, 认为考古学或者科学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 但事实上不管是考古学也好,科学也好,我们总是面对着新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我们探索也是长期的。 备受外界关注的同纵木面具,也一度被认为不像中国人,反倒有些像欧美人。 对此,施敬松表示,三星堆发现的人像有一部分比较写实, 但大部分反映的是原始宗教信仰。 三星堆发现的这些人像,它都是艺术品, 有一部分人像是比较写实的,包括它有不同的发饰。 那么即使是这部分人像,它也是有夸张的, 或者是形态上的夸张,或者是神态上的夸张等等。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像面具,它是带有神话色彩的, 包括你刚才说到的众木人像,众木大耳。 还有比如说是鸟生人像,人面鸟生的。 那么这一类人物形象,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些原始的一些宗教信仰, 比如说是太阳崇拜。 那么这些人像,它表现的并不是真人。 实际上从前世间来看,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的这种人物形象。 那么夸张,抽象,这些从古到今都是常见的一些艺术手法。 尤其是早期的一些作品,它表现的是早期的这些神话思维。 它不是真人。 从古埃及的人面世神像,到太平洋的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的世神像, 都是这样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艺术作品来对应现实当中的人。 更不能以此来断定它的人种。 所以我认为这既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